儿童爱之语 打开亲子的频道 向孩子说爱之语 孩子需要以下五种爱语 才能充满他们的情绪箱子 第一种爱语是身体的接触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成人的拥抱和抚摸 才会感受到我爱你的事实 拍拍背握握手 划拳比臂力的游戏 都是很有力的接触表现 第二是肯定的言语鼓励的话 表达的是我在乎你 是灌输勇气 赞美是针对孩子所做的行为或表现的态度 要确定发出的赞美具体真诚且恰当 否则孩子会看穿 于此等于谎言 第三精心的时刻 表达你很重要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这讯息会使孩子觉得自己对父母来说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焦点在于注意力 包含愉悦慈爱的眼神接触 用关爱的眼神 直视孩子是有力的沟通方式 能以心喘心 第四是接受礼物 孩子用关系良好来接受礼物 为时礼物能够表示忠心的爱 不落入物质满足 父母要组合身体的接触 肯定的言语 精心的时刻和服务行动 来充满孩子的爱香 第五服务的行动 从你知道自己将拥有 将由小孩开始 你就已经报到要加入全职服务的行列 协助孩子完成他们做不到的事 做得到的事鼓励孩子自己做 服饰孩子主要的动机不是取悦他们 而是设法填满他们的爱香 确保自己的服务行动 所传达的是爱 接着就是要帮助你发现 孩子的主要爱之语 这本书会教导我们 怎样侦测 线索和实验 找出主要的爱之语 让爱产生最大的效果 我们使用五种爱的语言 特别着重于孩子的主要爱语 便会引导他们去爱人 爱别人 同时也告诉他们 要学着述说别人的爱之语 这本书的结语会提出一套行动计划 包含许多案例与练习 也提供有小组讨论的题目 最后两章也会提及 单亲家庭和婚姻中 如何述说爱之语的讯息 以下影片是我学习运用在子女身上的经验分享 谢谢 我最喜欢跟奶奶一起吃饭了 跟奶奶吃饭有什么好呢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吃好吃的 那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 会让你觉得爸爸妈妈很爱你呢 跟奶奶一起睡觉 还要抱抱我 亲爱的寻物天 你知道我很爱你吗 知道 奶奶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跟我一起玩 住牢住 请问 你知道奶奶很爱你吗 知道啊 你很爱我对不对 对 我知道 那奶奶做什么事情让你知道奶奶很爱你呀 就是呢 奶奶会给我买气球 还会买 还会拿糖果给我吃 然后 然后还会陪我睡觉 然后还会陪我们一起洗澡 然后还会给我吃水 亲爱的兄蕾 你知道奶奶很爱你吗 我知道吧 你怎么知道的呀 因为奶奶会让我们跑跑步 还会跟我们玩游戏 还会跟我们玩 还会给我们吃好吃的饭 哇 那你 还会给我爸爸